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的后面有一个仓库 它是一个两层的小楼 楼上面有个大的平顶 一个水泥的很大很大的平台 我每天放学以后就喜欢到那个平顶上面去看书 也带上一本金庸 在上面可以一直看到太阳下山 平顶上也没有人 特别安静 谁也不会来打扰你 然后晚上的那个夕阳照过来 照在书页上 你听得到自己翻书的声音 感觉特别的棒 如果我妈要上来找我的话呢 肯定会有些不有发现 我就有充足的时间把书藏起来 换成本书语文 数学啊这样的 我看金庸就是第一遍 主要就是在那个大平顶上看的 那是当时最好的师傅